一隻被動保協會救援的米克斯嘿嘿 在9月17號走失之後呢 動保團體其實在高雄街頭開著宣傳車 不斷想要找狗狗 後來找了66天 終於找到牠了 謝謝你的幫忙 從流浪終點協會人員手中 接過5萬塊大紅包 就是靠著這位外送員的幫忙 米克斯嘿嘿才能順利回家 在為流浪長達66天的嘿嘿 瘦成了皮包骨 除了貧血還有一些血液疾病 發現牠的外送員是21號晚間 到六合夜市取餐時 在店家旗樓發現疑似嘿嘿的身影 立刻通報協會 為了嘿嘿 他還轉掉手上的單 黑嘿是動保協會 從台南市安南區一處餘溫救出的土狗 之後待到高雄據點 卻在一次外出散步時走丟 讓動保團體心急如焚 動員上千名志工 在街頭舉看板發傳單 為了吸引更多民眾幫忙 還將懸賞獎金從五千塊提高成五萬塊 終於在找了66天後 嘿嘿回家了 其實放棄是沒有 但是心理準備是覺得說 或許他已經不在了 這樣的心理準備我們一直是都有在做 從做好最壞心理準備到意外找回嘿嘿 動保協會人員非常驚喜 而功勞最大的外送員 除了可以領到五萬元懸賞金 外送平台也承諾會給予獎勵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綜合報導